好,各位同學,各位朋友,我們今天來講這個JIMP 打燈,打光 你可以打任何顏色,你看這個地方是紅色,這個地方是黃色 那你怎麼樣做出一個這樣子的效果 對某個地方其實 你可以說打燈也好,你可以說加量也好,那這樣子要怎麼來處理 那這邊有很多東西需要我們衝突解釋 這兩個教的比較簡單 好,那我們就重新開始 檔案 新增 等一下我先把它恢復到原位 點這個地方恢復到原位,黑跟白,檔案新增 確定,好,我們這邊有一個新的檔案是黑色的 好,那我再多加一個 白色,我再多加一個黑色,因為我們教學上的需要,拉過來 這是空白的對不對,你把前景色拉過來就是白色的,我們先這樣子 那首先我們這邊有個筆刷,各位 對,這個是筆刷 筆刷點了之後呢,你按這個地方有很多筆刷可以選擇的地方,那你如果這個地方沒有這個就找這邊 這裡 有一個 加 有一個加入分頁裡面找到筆刷就會有了,就這麼多選擇可以選,我先選這個,我解釋一下 各位你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其實這個地方是由 由深到淺,這個深是指前景的顏色,前景的顏色 比方說我現在是黑色對不對,所以我把它調成白色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從白色 這應該就會變成白色 你看 有沒有,是白色開始往下變化 好 那我現在把它關掉,我底色是白色 所以呢 我現在要轉成這個地方,有沒有看到黑色 黑色 有沒有 這是黑色,這個已經是黑色了 好 然後呢 我要加個塗層 這樣你才看得到 確定 加個空白塗層 我加個空白塗層 這是空白塗層對不對 這是白色 這個地方是黑色 看到沒有 它就是從黑 開始往外跑 從黑開始往外跑 然後你如果一直按 一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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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整個黑就會 不斷的增加,因為這裡有好幾個選項 如果這一個就是 完全的黑 這個地方就是從 慢慢模糊 從這個地方慢慢糊出去 基本上理解它這個運作的原理 第二個這個地方顏色是可以換的 比方說我換這個顏色 你就可以看到 好,然後點這一個 這個是,然後你這個地方把它加大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稍微就 開始濃一點 你看這裡有好幾個不同的比例 它就會是這樣子 就是你了解這樣一個 一個狀況 就說 這個地方在 處理這一個跟這個地方的關係 這個地方很好用 等一下我們就要用這一個 部分來處理 那第二個我們再教一個概念 一個概念就是這樣子 那 比方說我們先抓一張圖進來 練習的圖 這是長程的圖 好,假設這一張是長程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我先把它拉黑一點 不然這樣不太容易 看怎麼拉黑 你要加量 通常都需要拉黑一點 這地方有顏色 有沒有看到顏色 顏色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 曝光 直接了 就把它曝黑一點 曝黑一點就行了 OK好 確定 然後我在這個地方呢 跟他加一個空白的圖層 老樣子 我們先用白色的好不好 好 這個地方還原 再按這個地方 這兩個對調 白色 然後一樣 比 比 然後這個大小 這個地方又忽遠 這個地方是恢復到預設值 恢復到預設值 然後 這麼小 拉大一點 就這樣子 好 各位 那再把它轉成白色 因為我們要從白色開始 這個地方從白色開始 各位你看 我們這個是在一個圖層 白色加 它其實就是一個白色 那通常 我們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一層跟這一層之間有個 模式 這個是圖層之間的模式 各位我們講過了 這裡是變亮 這裡是變暗 這邊是亮的亮暗的暗 其實透明 就是看起來更透明 那我們因為要整整體加亮的感覺 就這個東西 綠色看到沒有 你仔細看這個地方 這個底下本來沒有透下去 對不對 綠色 沒有按對 這裡 好 各位你可以看到綠色 好 看看加亮 有沒有看到 它整個東西有亮下去 就會是 這樣子 對好 然後再過來呢 這個地方加亮顏色 有沒有看到 它整個就變亮 它整個會變亮 這個就是 幾個顏色的變遷跟變化 它就可以透進去 基本上就會是 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可以稍微拉淡一點 有沒有 就會是這樣子 你可以這個是一個空白的 空白的 你這邊可以這個空白的 就是空白的塗層 然後呢 跟它之間的配合 就是用這個 模式來配合 就會是這樣子 那 你了解這個 那我們再換一個顏色好不好 換 剛才那顏色 是挑的不衰 紅色有沒有 紅色 假設紅色 恢復到原始值 OK 好 點它 紅色 紅色 有 確定 這個紅色有 有沒有 你打的時候會透進去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可以透進去 那尤其是這一個 綠色 透的就更兇 有沒有 整個整體而言 整體而言透進去就有一點打光的效果 透進去就有打光的效果 這個地方是綠色 那如果整體而言 你都懂了 這兩個基本概念 你都懂 要一個塗層的關係 這是空白的 那跟它之間有一個塗層的結合關係 好 那如果這個都懂的話 我們現在來這個 我們現在是這一張圖 現在是這樣子 筆刷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剛才那個所有動作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玩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玩 你看這個地方也有模式啊 這個地方也有不透明度啊 這個地方大小都可以變化 有沒有 是不是可以這樣子 好 那我就抓一張我比較喜歡的圖 抓一張剛才這一張圖 就是這樣子 好 圖進來了 先把它拉黑一點點 好不好 顏色 曝光 稍微調黑一點 因為中就是要加亮 背景按一點加亮 看起來比較有感覺 好 就是這樣子 好 這個筆刷 有沒有 我們用這個筆刷 用這個筆刷 那 注意喔 現在做的是直接加在上面 所以你看 你看我很少這樣做 我通常都會拉一個塗層 然後用模式 這個可以改 那你如果覺得很熟悉的 不想了 就直接要 硬做下去的話 就這個地方 模式剛才我們選的亮跟暗對不對 我們選擇相加 就比較亮 不透明度你也可以拉一下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這個功能 直接做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好 那我其實剛才忘了把平滑筆刷打開 我還蠻喜歡平滑筆刷 好 那這塊你看看 我們現在選這一個 選這個好了 選這個好了 大小有沒有看這麼小 大小跟它拉搭一點 變大了 我順便教你一個東西 有沒有看到寬高比 有沒有看到 變成一個抖圓形的 變成一個抖圓形的 角度調一下 咦 還可以換抖圓形的角度 還可以換抖圓形的角度 然後這個抖圓形 這樣好像不太好看 這個寬高比好像不太好看 好就是 大小再大一點 寬高比再稍微拉大一點點 越來越細 好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這個再拉大一點 那就會是一個這樣子 就是這個還可以這樣角度 然後這個硬度跟力量 我們就先暫時不用管 就是這樣 還記不記得剛才我們講的 這個顏色先選好 你直接按下去 有沒有 打光效果出來 只是這種顏色的打光 他這種顏色打光而已 其實就直接做在上面 我們剛才這個是用塗層 這樣也可以 也就是一個 矩形的 矩形的打光 這樣也很好看 對不對 好那我再做一個比較 要稍微複雜一點 來我們拉一個黃色的 我不是學美術的 你可能覺得這個不怎麼不怎麼漂亮 沒關係 好來 要換黃色了對不對 那我們都把它改 改回預設值 就是這樣子 就是圓圓的 好來 這個平滑筆刷 就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改成黃色 好這個地方不透明度 稍微拉一下 好各位可以看到 我這個先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 小小的黃色 對 然後這個地方 再拉大一點 可以了 這樣點一下 有沒有 他有一點點這個 這個透 透出來的感覺 這個好像 透的不是很漂亮 那透明度再往下拉 所以要先試好 試好再看看 先小一點 先小一點看看 這樣好像可以 再拉大一點 再點一下 這樣就有一點 有一點那種感覺 這個你可以自己都試幾次 那就可以調出 其實就是要教你這邊 你怎麼來 模式沒有改 難怪 模式要改成相加 來 所以這樣子就不好看 你看這個透進去 對不對 這個沒有透進去 我們先把它 護圓好不好 護圓畫筆 再護圓一個畫筆 再護圓一個畫筆 好 我們這個地方相加57 先弄一個小小的 小小的點一下 然後再大一點的點一下 有沒有 就有那種感覺 比較透進去 你看 這裡就比較沒有透進去 這裡就比較透進去 因為我們使用的模式是 相加的模式 然後 這兩個你 因為兩個 這邊本來有一個 再做一個就會亮上加亮 就會更強 這個是我們今天叫一個 很快的 很快的 就是一個打光 現在很流行 你其實會再看到 夜景裡面 直接打那種 打這種圓形的燈光 那其實這樣就會很快的 把它表現出來 順便讓你理解 這邊可以操作 也可以一種做法 然後主要是這個 這個圖層這個地方是相加的模式 再講一遍 這邊亮的 這邊變暗的 你也只能自己慢慢玩 我都教過 要再講一遍好累 你就是這個幾個 每個都玩一下 這個是加亮 這個是變暗 這個是亮的亮 暗的暗 對比性會更強 其實是更透明 更更透 我可以這樣講 好 那這樣子 今天我們要交的部分就交完了 就是打 打燈 快速的打燈 好 謝謝各位